躲到哪里都可能难逃一劫 难民等不到和平 而对于身处在最前线的战地记者来说 更是命在旦夕 有可能下一秒就会被战火波及 黎巴嫩记者在以色列边境连线报道战况的时候 瞬间就遭遇空袭 还好无人受伤 不过在摄影棚里的主播健壮 赶快催促记者们快逃命 除了媒体工作者 每天冒着枪林弹雨危险 联合国员工的伤亡人数 更创下78年来的新高 在尼巴冲突当中 累计101人命丧夹洒 黎巴嫩记者聚集在以色列边界 转播新闻 但连线到一半 巨大的声响划破天际 随即传出爆炸声 长进的摄影记者也顾不得画面 只能先就地掩护 因为以色列的火箭 刚刚就在他们的身旁爆炸 摄影记者重新调整好镜头 旁边已经烧成一团火球 记者非常静责 即使惊魂未定 也努力为主播解说 不过主播也直接打断记者 要记者赶快逃命 国际记者在这波以巴冲突中身处第一线 也因此频频传出伤亡 除了记者之外 联合国的人道救援工作者 也在这次冲突里损失惨重 联合国在12号接获通报 一处据点遭到攻击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因此在曼谷东京和北京的办公室外 降下半期 悼念殉职的联合国员工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 也指出 自以巴冲突爆发以来 已经有101位员工丧失性命 也写下联合国78年以来 伤亡人数的新高 欢迎新闻诚意综合报导 以色列军方在当地时间13号 再度空袭加下南部城市甘油尼斯 导致许多平民 包括孩童无辜陪葬 再看到西岸地区 巴勒斯坦人同样是举步维艰 不但要面临以色列加强管制 西岸暴力事件频传 也是节节攀升 民众焦急的指挥 希望从瓦力队中救出伤患 以色列当地时间13号 轰炸加萨南部城市甘油尼斯 建筑物被炸得面目全非 镜头转到当地的纳社医院外 受伤的孩童惊魂未定 依靠在父母旁边 心急如焚的家长抱着孩童 一下车就往医院里面冲 医生也赶紧接下这些小小伤患 火速进行抢救工作 即使是在加萨以外的地区 巴勒斯坦人同样处境艰难 在约旦河西岸有一名男子 在直播期间 家里遭以色列士兵闯入 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殴打男子 过程全被直播记录下来 而男子的女儿也回忆起当时的状况 对着镜头娓娓道来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达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 光是在10月份一个月内 以色列军队在西岸 逮捕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 声称他们与哈马斯有关联 且被杀害的西岸居民总人数 也逼近200人 然而住在占领区内的巴勒斯坦人 却不像以色列公民 享有国家的法律保障 巴勒斯坦人如今不论在哪 都难以获得安宁 欢迎新闻诚意综合报导 以色列每天的轰炸收到效果了吗 哈马斯现在求饶了吗 哈马斯的萨姆侣在13号 突然对外表态 他们愿意释放70名被挟持的人质 希望可以换取以色列 全面停火五天 以色列地面部队 持续和哈马斯争夺 加萨市北部的控制权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声明 以军空军自开战以来 已经发动了4300次的空袭 摧毁上百个反战车飞弹据点 300个隧道口 和3000个恐怖分子设施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更声称 哈马斯已失去了加萨城的控制权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 13日上前线探视官兵时 对战况感到非常满意 也在与官兵进行的会议上表示 这场战事在哈马斯被彻底瓦解 以前是不会结束的 另一方面 一开始烙狠话称加萨走廊 会是以色列军员坟场的 哈马斯武装部队卡萨姆旅 13日态度开始有所转变 哈马斯表示 连续五天的完全停火 是为了要让人道救济 能够有空党 提供给整座加萨市的民众援助 而同时他们也表示 上星期由卡塔沃旋下 哈马斯也已经有向以色列提出 用哈马斯所俘虏的人质 来交换在以色列被扣押的 200名巴勒斯坦孩童 跟75名妇女 但以色列却故意拖延 和回避哈马斯的提议 欢迎新闻发言之中和报道 以色列狂轰猛炸加萨地区 迫使大批的北部居民 只能够没有命的拼命往南方逃 以色列建议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应该在南加萨协助设立所谓的零食 收容中心安置他们 不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13号表态反对 因为他们担心以色列口中的零食 可能会变成永久借机占领更多巴勒斯坦土地 在柬埔的厨房忙进忙出 没有瓦斯只能就地生活 蒸煮食物 这群南加萨人每天会准备3000份食物 避免从北部来的同胞挨饿 但随着当地资源日渐短缺 他们可能也撑不了多久 以色列攻势持续 大批加萨人被迫离开家园往南移动 以色列就建议位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应该要协助设立临时收容中心安置加萨难民 不过这项提议遭到当局反对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表示 让加萨人回家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就怕加萨北部居民再也回不去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反对配合以色列 不过他们也强调会尽其所能 协助将物资带到加萨 而对加萨居民来说 心情就如同这位老先生 为了保命除了离开家园别无他法 或许只能静待以色列军事行动结束 他们才能安心回家 欢迎新闻学好民最后报道 好 现在世界各地 似乎不论是环保议题还是什么样的议题 都要扯上尾巴冲突 瑞典的环保倡议少女童贝里 最近频频声援了巴勒斯坦 这个就发生了插曲 12号她在荷兰参加了气候变迁游行 还发表演说 这期间她邀请了巴勒斯坦的女子上台 结果一名男子突然间就冲上前 直接抢过麦克风开窍 她说她是来参加气候变迁游行的 不是来听政治观点 在台上滔滔不绝演说 瑞典环保倡议少女童贝里 12日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参加了当天气候变迁的示威游行 没想到演说到一半 一名身穿绿色夹克 疑似也是环保人士的男子 冲上台抗议童贝里的言论 随后被工作人员带走 当天童贝里邀请了巴勒斯坦女子上台 示威现场也能看见巴勒斯坦国旗 其实这也不是童贝里第一次因为尾巴问题 引发争议 日前她就po出一张声援巴勒斯坦的照片 不过背后的章鱼玩偶 被批评人士认为是在贬低犹太人 随后她也删除了这张po文 欢迎新闻许豪明 这一场旧金山的APAC峰会 现在是倒数计时了 的确在重头戏拜席会登场之前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已经率先主持了开幕会议 强调美中维持沟通管道的重要性 拜人拜叶伦分别是跟中国的财政部长蓝佛安 跟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会谈 也为接下来重要的领导人峰会营造友好气氛 旧金山APAC峰会即将拉开序幕 东道主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 当地时间13号主持会议 开门见山点出峰会主轴 耶伦强调APAC内的21个经济体 必须要协调合作才能够达到这些目标 另外他也在会上提到 供应面是经济 也就是各国在着重整体经济的同时 也要同时关切国内薪资不平等的问题 才能确保劳动力的充足 在主持 开幕会议前夕 叶伦已事先与中国新任财政部长 蓝佛安进行介绍新会晤 并表达与中国透过经济和金融工作小组 维持沟通管道的重要性 稍早前 叶伦也会晤中国副总理何立峰 展开美中经济对话 再一次重申 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 外界普遍认为 双方官员交流频繁 是要为APAC重头戏拜席会 创造友好氛围 好 最近消息是南韩跟美国的国防部长 13号在首尔举行了 韩美安保协议的会谈 为了因应就是北韩的核武跟飞弹威胁 两国还签署了修订版的 量身制定贺阻战略 另外呢 韩美日三方的国防部长 举行了线上对谈 在明年1月起要实施 更加具有系统性的三边联合军演 南韩国防部长声援时 向前一步与美国防长奥斯丁握手 13日在首尔举行的 韩美安保协议会议 会议中签署了修订版量身制定 贺阻战略 这是两国时隔10年修改协议内容 以因应北韩日益加重的 核武及飞弹威胁 南韩防长强调这次修订 是对于北韩导弹 及核发展必要的应对 会认出了讨论 北韩局势及政策 国防科技与全球军工合作 韩美日安全合作等议题 12日韩美也透过线上会议 与日本防卫大臣穆元忍 进行三方通话 同意于12月启动 北韩飞弹即时数据共享计划 另外他们也商定将在今年内 制定多年三边演练计划 并于明年1月起实施 根据系统性的三边联合军演 欢迎新闻许明星就和报道 国际氛围似乎悄悄出现变化 要带您观察各国的中国政策 英国前内政大臣布瑞弗曼 被指控发表煽动性文章遭到革职 英国首相苏纳克顺势改组内阁 宣布新任的内政大臣 由外交大臣科维利接任 至于原本的外交大臣职缺 则是由前首相卡麦隆顶替 不过提到卡麦隆 他担任首相这段期间 外交的重点就是大力推动 英国跟中国的交流合作 一向被外界认为是属于 亲中派的卡麦隆 如今接任外交大臣 这可能意味着 英国接下来的中国政策 有可能即将转向 英国政府这几天 正在经历一场人事大地震 首相苏纳克13日宣布内阁改组 主要原因是原内政大臣布瑞弗曼 近来屡屡发表争议言论 掀起许多党派以及民众不满 因此苏纳克指派现任 外交大臣科维利 接任内政大臣 但出乎各界意料的是 他找来前首相卡麦隆回国 填补外交大臣的缺 事实上卡麦隆在2010年 至2016年担任首相期间 外交政策重点之一 就是因中关系的黄金时代 这让外界质疑卡麦隆担任外相 是否将改变苏纳克政府的对中政策 除了内政及外交大臣职务有变动之外 英国卫生大臣以及环境大臣等 也都已经重新任命 使外界密切关注 接下来英国政局以及外交关系 华宇星游戏 是非学生中的报道 盛大的场面 排灯节称为光明节 也是印度一年一度最盛大热闹的节庆 民众趁着这个时候 点灯祈福 施放焰火 尽管印度空污问题越来越严重 还有专家指出 首都的有毒空气相当于 每天吸25支到30支香烟 但民众无视政府的禁令 还是在深夜的时候 违规施放焰火跟鞭炮 导致空污问题更严重 本来是庆祝光明驱走黑暗的重要节日 却因为空气污染 蒙上一层阴霾 庆祝光明驱走黑暗 以善良战胜邪恶 印度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庆 排灯节 于12日开始欢庆 节庆期间 印度人会在各家各户外侧 以及河岸点燃油灯 以保护家人免受黑暗侵扰 只是印度首都新德里 空气品质本来就不佳 民众通常又都会在排灯节前后 燃放焰火和鞭炮 导致空污问题更加恶化 烟火和鞭炮燃烧后的余境 在街道上散落的到处都是 尽管印度当局发布烟火禁令 但狂欢的民众们仍然不顾禁令 在入夜后释放烟火和鞭炮 印度首都新德里 为全球空污最严重的城市 有肺部专家表示 呼吸这里的有毒空气 相当于每天吸25到30只香烟 我们在接线 我们在谈计去出德里 至少在接近多少年 至少这种情况下 你知不知道 它会缺乏 它不仅是危险 它不仅是恐怖 我认为我们不仅仅在这些孩子 在未来住在这里 11月初因为空污恶化 新德里的学校已全数暂时关闭 排灯节的庆祝活动 无疑是让空污问题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 新德里消防局也表示 在排灯节当天 接获208通火警报案 初步调查显示 其中至少有数十件 与燃放鞭炮与烟火有关 欢迎新闻会新综合报道 为了解决少子话的问题 日本政府寄出每年超过了3兆日元 也就是逼近6500亿台币的预算 包括提高育儿补助 提升育婴价津贴 同时针对美太婴儿出身 寄出50万日元 大约台币11万的补贴 总金额非常的庞大 所以首相岸田文雄又把他称为 打击少子话的益次元政策 看到新干线经过兴奋的匕首画脚 小朋友天真可爱模样 让爸妈瞬间融化 也是不少人选择结婚生子的原因 但少子话浪潮下日本出生人数 屡创新低 去年首度跌破80万人 只有77万多人 出生率1.26 和2005年并列史上最低 考量经济能力 工作与家庭无法兼顾 找不到适合对象等都是日本人不婚晚婚 或婚后不生小孩的原因 也让日本政府伤透脑筋 日本少子化越来越严重 生育率甚至未居G7的后段 扳成为严峻的国安问题 因此日本政府决定花大钱 要来促进生育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喊出让出生率恢复到1.8的目标 将砸下每年3兆多日元的追加预算 例如儿童补贴 每人每月从1万提高到1万5日元 第三胎更达3万日元 并废除所得限制 扩大高等教育 奖学金补助对象 同时将育婴价的给付金 提高到薪资的百分之百 另外婴儿出生时的补助金 也将从42万日元 提高到50万日元 现在我育休中 但是 保育園に3,300万日元 で上の子を預けることができたり 保育園費用を無償化 その恩恵を受けるようになって 意味のある政策も 中にはあるんだなって 実感してはいます 子育てしている人たちが 本当に必要だなって 思っている政策を 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 全然ちょっと突拍子もない感じの 政策が多いので もう少し声を聞いてもらえたら いいのになと思います 对于政府的少子化政策 日本民众看法不一 为了挽救少子化危机 日本政府砸下大前 但实际成效如何 恐怕还需要长时间观察 本日新聞是序号 日本東京采访报道 蓝白河的最后机会了 明天早上10点钟 蓝白政党二次协商 将在马英九基金会举办 由马英九当见证人 朱立伦 侯友宜跟柯文哲 都会到场 双方将讨论如何产生 在野的最强组合 而今天侯科幕僚 也都提前到现场协调 但同时也传出 侯友宜本周就要公布副手 学者认为是否会合作 关键还是在于柯文哲的态度 国民党与民众党重启政党协商 11月15号上午将在马英九基金会 进行双边会谈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14号早上就职集 侯友宜办公室派出两位幕僚 到马办楼下等候 没多久柯办发言人也到了 可哲宜发言人陈志涵 必谈相关问题 随后马办执行长萧续成 亲自来接待 双方幕僚到马办展开会前协调 而15号早上的会议 马前总统将担任见证人 侯友宜跟柯文哲 两位总统提名人 也会面对面谈话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陪同谈判 两方将讨论再也整合事宜 侯友宜上午在新竹跑行程 也大方表态 整个科办都对在野协商 闭口不谈 直至11月19号 国民党就要举办中常会 及中央委员会 决定不分区立委名单 更传出侯友宜副手人选 已经准备好 这周有望公布 15号的蓝白协商会议 似乎已是整合的最后希望 彼此还是愿意沟通 也愿意协商 那这个谈判没有完全破局 国民党在政党支持度上面 进行某种程度退让 但是柯P仍然不愿意接受 那这样破局的可能机会就会非常非常高 会不会破局 关键人在于柯文哲是否接受 国民党的退让方案 若这次还谈不拢 蓝白只能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华文新闻洪世辰宋剧李鼎强台北台中采访报道 蓝白二次政党协商明天早上就要登场了 其实促成这一次协商的重要人物就是前总统马英九 他在前几天表态支持柯文哲的全民调 现在又答应当蓝白协商的见证人 意思有马克联手对猴珠施压的意味 马英九看似在蓝白盒上推了一把 但是此举也引起蓝银基层反弹 认为国民党一再让步 总不能连自己的政党实力都让掉了吧 柯文哲人气不减一线身台中支持者 立刻涌上前抢拍照 敏感的蓝白盒问题一律不回答 不过前总统马英九表态支持全民调后 柯文哲抓准机会 立刻呼吁猴珠阵营接受全民调 像是马克联手对猴珠施压 有一点啦 有一点啦 就是说他希望大概赶快有结果 这个合比不合好了 不合的话分则两害 合则两利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但是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 但我传解讯给他他已读 已读不回或是他不回电话 就是他不接受嘛 首要敌人当成民众党的人 得国民党的人我不客气的讲 都是在帮赖清德 萧续曾趁机爆料被金普聪 已读不回 更直指把民众党当敌人 才是阻碍蓝白盒 把炮口对准自家人 但马英就有支持 柯文哲喊出的全民调 让蓝英内部很有意见 政党实力要考虑进来 不考虑进来 国民党觉得他不甘愿嘛 但是考虑太多 柯文哲又觉得他不甘愿嘛 基层也有声音 前例委陈学胜分析 民调加入政党比 国民党几乎是民众党的两倍 这是事实 怎么可以忽略 国民党一再让步 总不能连自己的政党实力都让掉 总不能说只把你抢的纳进去 不把我抢的也纳进去 马英就力挺全民调 把炮口朝向自家人 虽然让蓝白盒打破僵局 但能让国民党重新拿回政权 还是成为柯文哲 登上总统大位的推手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欢迎讯用程式雄单全 还在台北采访报道 民进党明天就会公布 不分区名单 预估本届的安全名单 大约落在10到12席 不过传出的名单当中 原本代表一届 蔡英文跟陈建然力挺的 陈时中 似乎不在名单之内 是否将再度挑起 因赖心结 也引发讨论 被问到民进党部分区 身为提名小组成员的 前主席卓榮泰三间其口 不说就是不说 只是15号就要公布名单 原本传出代表医师的陈时中 却似乎被提出名单 除了被医界联储反对 说他担任卫福部长时 仇恨值太高 背后还暗藏派系汹涌 陈时中在防疫时间 有很好的表现 其实他在未还领域的一个专业 所以如果陈时中 可以进入到不分区 那我们也是觉得 非常乐见其成 陈时中背后有阴气立体 但是党内分析 这回安全名单 大约10到12人 政治组由各派系 新潮流审发会 永烟 惠林 楚英 阴气中 瑞雄 绿色友谊罗美林 当团总召科建民 政国会游席坤 专业组继续由洪生和范云 其中三大亮点 还有进捐基金会执行长林月勤 屏东县卫生局长张秀军 传出医师公会理事长周庆明 将取代陈时中 作为一届代表 在部长的期间 也表现得可牵可点 黄毅也做得相当的出色 往后可以在行政院 更好的位置 话中有话 就是要陈时中别进国会 但传出蔡英文和陈建仁 韩力保陈时中要在名单内 对此民进党否认 只是总统这一站 赖萧佩会成功 传出是靠蔡英文出手 说服萧美琴点头 如今没有把陈时中排入不分区 收窝大学的赖清德 似乎不给蔡英文面子 是否又将挑起因赖心结 他们为应该是恐怖平衡 是四年前初选的心结 其实你说释怀的到很难 赖清德百公百业这些地方 还是需要这个小英 是小英他能不能信任赖清德 也就是说他选上了以后 会不会被清算斗争 对于部分区即将揭晓 陈时中能不能挤进部分区安全名单 也让当内的英赖角力再度扑上台面 而新闻吴志涵业余娜台北采访报道 先前遭到利空袭击的鸿海股价走弱 不过今天一举收复百元大关 占回月线 而法说会上董事长刘洋伟也释出好消息 鸿海今年第三季税后存益达到了431.28亿元 创下2021年第一季以来新高 前三季EPS也突破了6块钱 外资圈持续看好 高盛证券甚至喊出目标价 149元 鸿海股价14日收盘 100元整数大关到手 占回月线成交量冲破4万6千张 董事长刘洋伟在法说会上也抛出春演讯号 第三季 整体的营收比上次法说会的预期大致相当 我们不论是年对年 季对季都缴出了三绿三生的成绩 尤其是在毛利率的表现上 我们也缔造了0.5%的年增幅度 鸿海第三季财报缴出亮眼成绩税后纯益达431.28亿元 季增31% 年增11% 创下2021年第一季以来新高 前三季每股盈余达6.42元 主要它应该是要反映第三季除了说是苹果新机出货的一个旺季之外 再来的话就是说第三季台币是呈现贬值的 所以在台币贬值的情况下 它有这个业外汇兑的一个收益 鸿海获利直标三绿三生就连外资圈也提前送暖 大和资本指出看好鸿海在AI伺服器云端服务供应商不断带动下 预计明年营运将重返成长给予目标价125元 高盛乘券除了预估鸿海第四季营收将计增23% 更含出149元的目标价 我们按照正常的这个因为这个外资的计算模式 它给它150块的这个目标价就表示呢 它的本益比应该是在这个15倍左右 看好接下来AI供应链还有电动车市场 鸿海展望第四季力拼淡季不淡 台湾升息循环还没有到尽头 尤其是物价持续处于高档 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突破3% 再加上10年来房价只涨不跌 现在想要买房根本就是难如登天啊 专家分析了 其实已经从买不起要变成租不起了 因为租金指数也连续14年上涨 让民众的生活压力还有相对剥夺感 只会越来越重 来到自助餐店小心翼翼 夹菜要紧挑细选 因为现在鬼的恨 我吃便当月30左右 我就习惯了 习惯了 我觉得吃的就涨很多啦 那租金也是涨 房价也是涨 什么几乎万物都涨 只有薪水不涨 什么都在涨 荷包越来越瘦 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标破3% 创下9个月以来最新高 一直整个通通的年中 月息子都还在相对比较高的状态的 距离2%都还有一段距离 我现在是住在家里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比较好过一点 靠爸妈才能省一笔 因为十年下来内政部统计 台湾平均购物总价 从2013年第二季962万 到2023年第二季 已经突破1200万 大增300到400万 如果想要在台北市卖房 你至少得要16年都不吃不喝 买不起吧 卖房还是会想买 因为其实缺工又缺料 那基本上成本压不下来 你要它跌 好像也有点难啊 赚的都比不上存的 现在除了买不起 恐怕也就要租不起了 台湾的一个租金支出的部分 台北市创建 14年来的一个新高的一个状态 房价创新高 租金也飙升 支出不断扩大 压缩了生活品质 高通膨时代 苦日子没有尽头 欢迎新闻阳阁 下一转台北采访报道 交通部日前宣布 明年3月将解除附中进团令 让旅行业者终于看到曙光 没有想到陆委会13号却说 旅游业者组团附中 以每天2000人为限 引发旅行业者大反弹 说旅展期间 已经很多人来询问中国旅游了 而且销售状况也越来越好 如果限制人数根本就不够分配 山光水色风景迷人 浙江杭州千年历史雷锋塔 吸引民众来朝圣 交通部宣布附中旅游团 明年3月即将重启 长城或是云南或是西藏 听说环西藏的火车 好像蛮好看的 想体验一下那边的文化而已 例如说四川或是一些北京 都想去看看 民众好期待能一睹古都风采 但陆委会13号却说 借出禁团令有条件 一天上线2000人 其实一定不够 陆续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来询问 甚至已经有下定购 那我们目前从内部的数字来看 我们已经超过500个 以往的量体来说的话 可能是突破到2000以上 甚至到几万人以上的一个需求 所以2000是真的不够 国内市场这样的一个提供 市场上又这么多家旅行社 在竞争之下 一定是会造成市场上 的一个乱象 旅行社业者大反弹 因为已经开放三月行程 但全台一天2000人根本不够 而且全国有4000家旅行社 就称有发传到中国 该如何分配 有条件开放让业者无所适从 虽然陆委会强调是基于对等原则 才会限制人数 但恐怕政治因素影响到两岸人民交流 哭的还是基层民众 欢迎新闻林国 和黄轩轩台北采访报导 台湾直燃的星球季上周才火热开打 但是高雄钢铁人在昨天13号晚间 是无预警发文 控诉说被有心人士用不正当手段 污名化了 被逼迫退出台湾直燃和高雄 而总经理高景岩也亲上火线说明 点书上po出公告 高雄钢铁人表示不想说再见 12号才刚打完星球季第一场比赛 13号晚间就无预警发文 自爆遭有心人士逼迫退出球场 温中控诉篮球环境背后太多利益捆绑 以及拉帮结派的私下运作 有心人士及地方势力利用各种 不正当的手段无名化球团 意图逼迫我们退出台湾职业联盟 会支持但是就是也很 也会觉得万急 如果真的因为什么因素而离开高雄 我觉得会让高雄的球迷非常失望 其实看得出来他们是很用心 在经营篮球这个领域 那如果说因为这些奇奇怪怪的原因 就离开那其实真的是蛮可惜 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呢 就是一股力量在外面不断用不同的方式来诋毁 来污蔑我们球团的一个努力 被逼的出面说明钢铁人总经理高景言指控 联盟内部打压排挤让他不得不站出来 只是曾军三年的钢铁人可说是争议不断 先是遭到质疑背后金主为中资 前领队还曾因为不满 记者报道找人砸车还逃到海外遭到通气 尽管去年找来林来峰林淑豪加盟 但战机依旧惨兮兮 现在又自爆被联盟逼腿 高雄一直直播钢铁人的资金 是一个合法的外资的投资在运动产业里面 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发展南台湾篮球运动的推广 那有关高雄钢铁人控诉被有心人事雾名化一事 经了解是联盟组织调整问题 有没有被逼退现在各说各话 不过新球季赛事进行中 受伤最大的除了球员以外 就是热爱篮球的粉丝们 欢迎新闻林维凯科举云高雄采访报道 天气变冷 这时候来晚热乎乎的甜汤 真的太棒了 像是烧鲜草还有红豆汤 生意都相当好 但要小心热量跟着吃下肚 例如综合烧鲜草花生甜汤 一小碗就突破400大卡 而高热量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配料 像是淀粉类或者是高糖高油 而花生粉圆还有豆类 都是变胖的陷阱 摇起一汤匙热热的烧鲜草 粉圆 芋圆 大红豆 绝妙的搭配让人一口接着一口 对啊 所以我点热的 还不错啊 就是不会很甜 她是我同事 我们两个一起回来 我其实说带她过来吃吃看 烧鲜草就很辣 天冷喝热汤暖暖味 30多年老字号的粉圆店 客人落意不绝 甚至一天就可以卖到两三千万 冬天来碗烧鲜草让人难以抗拒 但是也要小心把这个甜蜜的负担 也跟着吃下肚 因为以一碗350毫升估算 综合烧鲜草热量大约429大卡 花生甜汤 综合豆花 小汤圆红豆汤 也都突破400大卡 而热量高的原因 就是这些淀粉类 或是高糖高油的配料 像是花生 粉圆 豆类 都是隐藏陷阱 因为烧鲜草一碗的话 如果任何配料都没有加 大概就是200大卡左右的一个热量 可是如果你今天添加的料 可能像是粉圆 花生 红豆这种的 有糖去蜜过 另外可能像花生是油脂类 它的热量就会叠加比较多 每一份的话都大概是80到100大卡之间 营养师也建议除了不加料 不加糖 也可以选择原型食物 像是白木耳 莲子 艺人 让你享受美食 负担减量 欢迎新闻装品达邱子凌台北报导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先锁定 欢迎一把转